我看蓝旺鸡千年冰山脸面不改色,魏无羡看着奶茶兴致薄薄,后面一对小情侣在后面热情地提示,亲一下肯定算情侣,亲一下。 我拿出两个大杯,这个是情侣套餐的买一送一,再指了一下旁边中杯,那个是普通套餐的。 话音一落,魏无羡转过脸,眼巴巴看着蓝湛。 蓝湛响了一下,把脸轻轻向他侧过去,魏无羡眼睛发光,侧过去亲了一下,再看着我,两杯奶茶,要全糖的,甜甜的。 好的,奶茶店促销活动的快速拍照相机拍到情侣亲吻照片,马上印出来,贴在店前面的黑板上。 我的奶茶店,门槛都要踩烂了,机灵如我。 311L,312L,313L,他们要是不结婚,我把奶茶店都砸了。 314L,他们要是不是情侣,我把奶茶店的奶茶都喝光。 315L,我,我无话可说,这该死的小情侣。 320L,为了一杯奶茶现吻的魏无羡。 321L,他们俩肯定有个心里有鬼,不可能俩个完全单纯关系的室友,会像现在,他们俩这样的。 322L,我知道了,奶茶店是咱们A大东门一号那个网红奶茶店。 魏无羡亲蓝忘记的照片被老板贴在门口小黑板上。 323L,那家奶茶店教职工不是可以打折的吗? 魏无羡干嘛费这么大劲? 324L,教职工可以打折这事,魏无羡知道吗? 325L,我们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大秘密? 哈哈哈哈。 326L,既然教职工可以打折,为什么老板不直接说? 327L,奶茶买一送一,这个优惠蓝忘记不是知道吗? 他都不说,我干嘛要说? 对我而言都一样,都是买一送一。 328L,魏无羡和蓝忘记照片在奶茶店门口,我要去打卡。 329L,奶茶买一送一,哦,现在门口小黑板排队打卡和魏无羡蓝忘记照片合照的同学已从东门一号排到了东门二号。 在我店买了奶茶的,可以有优先排照打卡。 330L,奶茶店老板这波操作不得不大写的福字。 你拿他们俩来炒作你们店奶茶,你给他们广告费了吗? 331L,快去通知我载。 那个小财迷,必须要收费,好歹要收几杯奶茶钱。 334L,历史系才子,收到。 如果魏无羡不知道,明天蓝老师上课我告诉他,让他带魏无羡去收钱钱。 335L,奶茶买一送一,本是同根生,香煎和太极,难道奶茶不甜吗?为何要刀剑相伸? 336L,屁咧,你这个奸商,除非你答应让我们插个队。 337L同意,338L同意,339L一分两分存起来结婚。 你们这些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啊,身为一个房奴,省钱大过天,能买一送一,为什么还要花原价买奶茶,假扮情侣就可以了。 我亲一下蓝战,结果是给奶茶店创收了是吗?不要,紧。 我刚已经从奶茶店老板那里拿到了一张VIP打折卡,每次都能打折。 他不同意,我就要拿走我和蓝战的照片,谁的肖像全部值钱呢是不是? 何况玉树林峰的历史系蓝老师,我看奶茶店门口排队打卡女同学的哈拉子都要留到照片上了。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你们这些小心眼,你看人家蓝战就是这么大气,大男人给亲一下会怎么样,他就很大方。 340L,我竟无言以对。 341L,未无限,你这脑回路,是照正常人的脑回路长的吧? 342L,咋呀,重点是蓝忘机大气让你亲吗? 重点难道不是你为什么这么轻易就亲上去? 男孩子出门,要保护好自己呀,你的吻不要这么便宜。 343L,我们真是操碎了心,我们操心他,这么轻易就要被骗走。 他还在夸奖蓝忘机大气,简直顶我的肺。 344L一分两分存起来,结婚我整个大无语。 343L,刚才拿了奶茶出来,蓝战还在发呆,我还安慰他,哎呀,你不要介意呀,你不会是初吻吧? 不过你也不吃亏呀,我也是初吻,一比一扯平了。 蓝战居然说,我们蓝家有祖训,除妻儿不可有此亲密举动。 我瞪大眼,我们是活在现代吧,亲一下怎么了?怎么亲一下还要负责呀? 我,按你家的意思,我得把你娶了。 蓝战居然点头,点个屁的头啊,你是活在古代吗? 人家古代男女瘦瘦不轻,我们还俩男的呢? 怕什么? 我说,那没办法,你就吃个亏吧,我们俩男的,我也娶不了你。 现在回来宿舍,蓝战把自己关在房间不出来,现在我要怎么办?在现等,急。 345L,娶了他,是男人就要负责,男人怎么了? 现在合法,去登记取。 346L,魏无限,你是不是男人,你青江博人家又不负责,你是渣男吗? 347L,这个心机不儿。 348L,嘖嘖,我看魏无限的网名,才应该叫乖乖兔吧? 嘖嘖,那位,腹黑得跟郭定一样黑了。 349L,我深深地怀疑,蓝忘机关了门在里面偷笑,等魏无限自投罗网,你们等着瞧好了,我赌一包蜡条。 350L,我赌五包魏无限,肯定上当。 351L,历史系才子,蓝家祖训有条类似的,但是不是这么说的。 352L,挖了个赛,才子是蓝家人,否则怎么知道蓝家祖训? 你们家祖训有多少条你,居然记不清,不是应该倒背如流? 353L,历史系才子,蓝家人又不是妖怪,是蓝家人,有什么奇怪的? 蓝家家规四千条了解一下,确实不能倒背如流,感觉有类似的,是因为真的从小超过太多遍,但是,我确定原话不是这样说的。 354L一分两分存起来结婚,因为一杯奶茶引发的血案,好想去砸了奶茶店。 蓝战一直关在房间里不出来,我真怕他饿死,我只好采用缓兵之计,我敲门说,我负责好吧,我一定负责,你先出来吧。 现在,我看着对面吃素面,吃得眉飞色舞的蓝战陷入沉思,他,刚才真的在伤心。 360L,我来总结一下,魏无羡因为亲了一下蓝忘机,就要负责取了人家。 361L,谁取谁家带定,但是要负责,是肯定跑不掉的了。 362L,我信了他个鬼,这绝对是个仙人跳。 363L,早知道魏无羡这么好骗,咱应该早下手去把他骗走啊。 364L,你以为谁都能骗到他? 前提是,你得有蓝忘机的颜值,魏无羡绝对的眼狗。 365L,因为A大饭堂饭菜好吃,门口小吃间美味,所以,魏无羡答应和蓝忘机一起买房。 因为奶茶买一送一,魏无羡亲了蓝忘机一下,所以,现在魏无羡要对蓝忘机负责。 买房是蓝忘机提出来的,他钱不够,理由很站不住脚,但魏无羡信了,问魏无羡要不要一起,结果就是一起买房。 请魏无羡喝奶茶也是蓝忘机提的,结果因为买一送一,魏无羡为了省钱亲了蓝忘机,结果要负责。 起因都是蓝忘机,结局都是魏无羡。 这话好像有毛病,又好像没有。 366L,总结相当到位。 367L,倒抽一口冷气,这不不都是坑的感觉呀。 368L,蓝忘机谋的是人还是心。 369L,魏无羡不会是什么豪门公子,大隐隐于世,然后蓝忘机要棒大款吧。 370L,这个推测不靠谱,前面不是有人说蓝忘机是蓝家的人,和L集团有着什么关系,那不可能没钱。 我感觉他看谋的是人。